是 做你想做的事 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大汗此次命你们罚金 还对你们说了些什么 他给了我和拖雷 窝阔台 一人一个锦囊 还说是攻破了大梁之后才可打开 我看看那锦囊 是这个 娘 不可 破了火器上了金银那可是死罪 无需弄损火器 只需把这顶部的线头挑开 回头再滋补还原 绝无半死破绽 娘的手艺你还不放心吗 你看看上面写了什么 好 写了什么 大汗让我攻破大梁之后 立即一势难下攻打临岸 灭了大宋 娘猜得没错 大汗是要让娘 做要挟你的人质 咱们身为大宋旨 岂能通敌求荣 娘 今夜咱们就回临岸 回牛家村 好 大汗有请 郭京 我待你不保 把你养大 还把华郑许配给你 可你却背叛我 大汗 您和蒙古族对我的好 我郭京会铭记一生 可我毕竟是大宋子民 怎么能打自己人呢 那宋人狗官勾结 蜿蜒红烈血洗牛家村 可你却为那狗官的江山 背叛养育你的恩人 这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 纵然有不少的贪官无礼 但战时一起 遭殃的是大宋千百万黎民百姓 大汗和大宋联盟法界 却中途 违约 言而无信 算不得英雄 我若打败金人 那与赵宋的盟约便已完成 我南下恭送 岂是违约 而你 违抗军令 擅自拆开锦囊 就应该军阀处置 傅恒 傅恒 女儿只是不想让国境哥哥离开 草原离开我 求你手下留情 我草原上的好男儿有的事 傅恒回头再给你找一个驸马 我不要 我只要国境 你 傅恒 国境安达立过大功 又救过我和华征的性命 这一次 他一定是头脑发热 得罪了傅恒 我扶哈凯倫 我扶哈凯倫 好 我看在华征和拓雷的面子上 再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只要你 发誓效忠蒙古族 我就对你的错误 既往不咎 兄弟 大汉 发金可以 聂宋 古井数难从命 好 好 我知道你不怕死 可你 不为你娘想想吗 带上来 娘 静儿 大汗 一切罪责我自己承担 求您放过我娘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愿不愿意效忠我们 安达 你从小就生活在草原 你就是蒙古族人哪 你为什么要为那些 你从来没有生活过的地方 效力呢 大汗 只怕我这孩子一时想不明白 待我劝劝他如何 娘 你没事吧 十八年前 在丽安府牛家村 我还怀着你的时候 有一天下着大雪 秋道长与你爹相识 赠了两把短剑 一把给你爹 一把给你杨叔父 这个 秋道长给你取名郭靖 给杨叔父的孩子取名杨康 此为何意啊 这个我知道 娘 是让我们 不要忘记靖康之耻 是 杨家那孩子任贼作父 最后落得身败名裂 只可惜杨叔父 一世豪杰 身后子孙却玷污了他的英明 孩子 可恨 你要韩兴如苦将你养他 难道只为了养一个叛族奸贼 好让你负在黄泉之下 痛心疾首吗 人生百年 转眼即逝 生 死 又有什么大不了 只要这一生行事无愧于心 就不往来这世上走一走 记住了吗 做你想做的事 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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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